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日恒生指数来说 收市报19683点 到今天来说2月19日 澳博的收市价是5.5% 比较当时升幅8% 而恒之今日收市价是19296点 比较当天来说跌了2% 来回来说一个升了8% 一个跌了2% 换句话说 跑赢大赏10% 有时候我们选择股票来说 有些移动股去选择 有人说怎样选择这些股票呢 其实都是用技术分析去选择 如果技术分析大家不懂的话 要学下了 留意这个班 技术走势 催及进行合成班 接下来2月25日 星期四开货了 接下来4月25日开货 如果大家要学好技术分析来说 那就尽早报名了 好 后市变化怎样 我们先看看图表 过年之前来说大肆走势 你见到这些阴阳烛短小的和有裂口 即是代表缺乏方向 过年之后的走势向上了 阴阳烛来说比较实际点 即是代表意义强 意义上比较强些 人说走势方面 是否应该建底往上走 暂时来说 来建底方面是言之上早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现在走势来说 没错好一点 但不是完全太好 我们说好的意思是什么价值呢 大家留意一下走势 这里来说有一个叫双底 或者有时候叫W底 为什么叫双底 一个底 两个底 双底 为什么叫W底 原因就是这样 因为W字叫W底 你说这个W底 或者叫双底 如何为之升破 我们所要看的升破来说 就是在这里 看这个地方 留意一下 我们就拿双底 这部份的中轴 中间位 这部份 这个最高来说 我们画一条线 这条线来说 我们叫阻力线 即是换说要升的阶段 要首先升破这个阻力线来说 才为之一个转好 所以大家要留意一下 现在的上升阻力在哪里 就是这个位 这个位方面是多少 是19771点 19771点 再加上20,000点是心理关口 所以形成整个阻力区 就是19771至20,000点这个范围 所以大家留意一下 这个阻力区 我们说有时的走势方面 个别股票有没有留意一下 有的可以留意一下 先说一下 我们上次提及到的股票 880 这个奥博控股 走势挺漂亮的 不错的 这些都用技术分析去找出来的 今天我们提到股票 提到哪一只 是991 991 这个股票是大唐发电 今天收市价来说是2.08 2.08 升了0.01 升幅有0.5% 成交方面是1,375万 这个股票的优点是见底 旺翻上 那个平均线是10天升幅20天 这个股票当中升幅 刚刚才出现 所以现在要有待再作确认 什么是确认 我们多看一些东西 作确认是比较好的 看这个阻力位 阻力位方面是多少 是2.11 即是升幅有阳烛明显的 形势上更加好 所以现在这个股票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升幅的阻力位 动力比较大 目标有多少 就预设在这里 目标方面 预设在这个范围方面 大概为2.5% 所以这个股票来说 可以说现在刚刚起步 有些股票见月底 升回上来 升幅已经累积得多 你再追 有时依然不太大 因为风险也会多 刚刚起步向上 形成底部 你再设计一些确认 再升破 这个上面的空间 是比较广阔的 所以大家可以留意 这个股票 是991大唐发电 很快一个星期 和大家回顾一下 今个星期里面 环球股市表现 行指方面 星期五收市 收市部 19,286点 一个星期里面 升了966点 升幅有5.3% 国企指数方面来说 星期五收市 报8,113点 一个星期里面 升了608点 升幅有8.1% 上证方面来说 星期五收市 2,860点 一个星期里面 升了97点 升幅有3.5% 美股道市方面 星期四收市 报16,413点 头四天升了440点 升幅有2.8% 日经方面来说 星期五收市 15,967点 一个星期里面 升了1,015点 升幅有6.8% 今个星期里面 环球股市表现 都不错 港股升幅来说 跑赢外围 不过暂时来说 不可以说 完全见底 所以大家做买买来说 要小心点 好了 我们下个星期再见 拜拜